现在是诗篇的第二卷 诗篇的第二卷里面 关于耶路撒冷 关于在耶路撒冷的圣殿 关于神的国作为一个整体 这样的内容是比较的多 今天经文总共是十四节 我手上的圣经 它的名字就叫做 颂战西安的荣美 我们知道西安就是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就是西安 所以说今天的经文 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西安 是耶路撒冷 但是我们具体的看今天的经文 会发现今天的经文 其实真正的主题还是神 就像我们说圣经当中 有一整书是比较特别 是以色帖记 以色帖记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 以色帖记里面没有出现神一个字 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但是我们所有读过以色帖记的弟兄姐妹 我相信在座的都读过 会知道神是那里 看不见的神 神同样是那一件书 不变的主题 而今天的经文呢 我们看他以西安山有关 与耶路撒冷城有关 与神的圣殿有关 但是真正的忠心是不变的是这位神 所以我们就要从今天的经文当中 就看到神如何是利用使用 他在地上所拣选的耶路撒冷城 神如何的使用 他在地上的居所 他与人同在的象征的圣殿 把这些我们人眼睛可以看见 我们人手可以摸着的这些物质性的实在性的 神借着这些实在性的物质性的东西 他是如何的把他的慈爱 把他的拯救带给我们的 而神的百姓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在神的保护和拯救之下 像这位与他们同在的神 像这位是他们随时的避难所 随时的帮助的这样一位神 我们要做出什么样的一个正确的反应 那就是赞美 我以前跟弟兄姐妹提到过 诗篇可以说是旧约的那个时代 特别是在第二圣殿时期 以色列的民众 就是用诗篇来作为他们的赞美集的 就像我们教会有一卷 叫做和善纳诗歌集 我们教会的正式的主日敬拜 只能从和善纳里头选诗歌 类似的在那个时代 尤其是第二圣殿时期 他们赞美的歌曲 全部都是用这个诗篇里的歌曲 来赞美 赞美谁呢 这里有赞美西安的 这里有赞美耶路撒冷的 这里有赞美圣殿的 但归根结底都是赞美神的歌曲 所以今天的经文 我们刚才一读的时候 应该已经能够领受到 非常的美 非常的有感情 但是又是充满了赞美的 充满了神的百姓 对神的那个爱的自然的 又是有一些激情式的流露 所以我们一起同样的带着一颗 对于我们的神 对于我们的主的感恩和赞美的心 去一起接受主自己话语的背摇 好 我们就具体的看一下这些经文 首先呢 和我们上一次学的第46篇类似 今天的经文的作者 是所谓的克拉后裔的诗歌 我们也给大家提到过 这个克拉在圣经当中 不是什么好形象 是属于叛逆的一岛 但是我们看 神虽然弃绝了克拉的本人 但是克拉的后裔 他们也作为立位的子孙 神一直使用他们 而且我也相信克拉的后裔 他们也是信奉神 相信神 相信圣经的这样的一群人 他们虽然在肉身上 是克拉这一个历史上的反叛者的后代 但是相信他们自己 作为克拉肉身上的后代 他们却已经能够认识到 自己祖先的问题 是真正的悔改 真正的依靠神的这样的一群人 所以说呢 历史上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家人 有拜偶像的 有敌对神的 甚至是迫害教会的 都不要怕 只要我们自己行得正 我们自己愿意跟随神 跟随这位主 神是既往不咎的 记住 神的爱还是那么不离不弃的 克拉的后裔呢 在圣殿当中 是世代担当 类似于我们教会的师班 班长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他们在圣殿里就是负责赞美的 在旧约的那个时代 圣殿中的各种各样的服饰岗位 都是世西的 这跟新约的教会不一样 新约的教会是看恩赐 来确定每个人服饰的岗位的 但是在旧约我们知道是世西的 祭司的儿子还做祭司 然后呢 在圣殿当中 利未人被分成了三种类 有不同的任务 然后呢 他们的子孙就一代一代 继承他们先祖 在圣殿中不同的岗位 克拉的儿子 孙子 从孙子们 也会这样一代一代继承 他们先祖在圣殿中的岗位 具体什么岗位呢 师班班长 所以说诗篇当中有很多诗歌 是克拉后裔的诗歌 也包括我们今天学的这第四十八篇 而他又作为是圣殿当中的师班班长 历代的师班班长 所以我们会看到 克拉的后裔为作者的这些诗歌呢 很多都是非常直接的 与圣殿 与圣殿的敬拜有关的 也包括我们今天要学的第四十八篇 第一节 耶和华本为大 开宗明义 一开始就让我们知道 虽然说是关于圣殿的 但是圣殿是谁的圣殿 是耶和华我们神的圣殿 所以呢 开宗明义一开始 今天的经文就是对我们的神 对于我们的主的一个赞美 耶和华本为大 在我们神的城中 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 这是神的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 爱和敬畏的地方 圣经从旧约到新约 都会反复的向我们强调 我们的神是看不见的神 以色列的神和外邦的神 有个很大的区别 外邦的神呢 会有各种各样的神像 我们说我们中国的 无论是佛教道教 甚至无神论的这一批人 他们都会有很多的偶像 我们都大致的知道 观音菩萨长个什么样子 如来佛长个什么样子 观公长什么样子 外国的那些拜偶像的宗教都类似 但是以色列的神 神是灵 他实际上是没有形体的 神是我们的眼睛看不见的 甚至我们摸不着 甚至我们闻不到 但是这位神 他才是真正的活着的神 这位神呢 他才是自生命气息的神 这位神是看不见的神 他又体谅到我们这些人 我们这些小心的人 所以说呢 神知道我们的需要 也按照我们的能力 他会向我们显现 按我们的能力 我们是没办法理解这位神 但是这位神呢 对于这些我们 他所爱的人来说 他愿意把自己启示给我们 他启示给我们用很多不同的方式 包括神的创造就是他的启示 圣经的话语也是他的启示 主耶稣基督是神的最高最大最完全的启示 这些都是我们看得见的 主耶稣基督是道神肉身来到这个世界 是他的门徒眼睛可以看见 甚至手可以摸到的 而在旧约的时候 这位看不见的神 要向他的百姓以色列启示自己 要与他的百姓以色列同在 他选择的方式 就是在他选择的地方 大家要记住 圣殿所在的地方 一定是神选择的地方 神指定的地方 而不是我们自己看着方便的地方 撒玛利亚人随便找一座山 就建了一座圣殿 这不是合神心意的 而以色列的圣殿 为什么在西安山上 为什么在耶路撒冷 那是神向大卫启示 是指定了那个地方 在神指定的地方 在耶路撒冷 我们神的城中 在他的圣山上 就是西安山上 也是当年亚伯拉罕 圣以色的那座摩里亚山上 在那里建立他在地上的居所 神在地上的居所 神与人同在的象征 就是第三节说 说到这里 神在其宫中 志愿为避难所 这里这个宫就是神的家 神的房子就是他的圣殿 他的圣殿要在他的神的城当中的 他的圣山上 他指示的地方 用他指示的样式 当年摩西造藏墓的时候 按照山上的样式 按照神自己指示的样式而建造 这位耶和华 指定了我们这些百姓 在哪里敬拜他 也指定了我们这些神的百姓 用什么样的方式 实际上就是他所指定的方式 去敬拜他 大家要记住 我们要做神眼中对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只能在神指定的地方 用神指定的方式向这位神敬拜 如果我们不用神指定的方式 去敬拜这位真神 那同样也是拜偶像 以色列人在赐下律法之后 犯下的第一个罪就是造金牛犊 大家要记住 他们造金牛犊不是造一个假神 他们造的那个金牛犊是那位 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 他们说那金牛犊是耶和华 他们要用拜金牛犊这种方式 来拜那位真神 这在耶和华眼中是最大恶惊的 你爱神 要用神指定神喜悦的方式去爱神 不能按你喜悦的方式去爱神 就像你爱你的老婆 你爱你的老公 你要用你老公喜欢的方式去爱你的老公 你不能说我喜欢吃奶糖 那我就实际上给我老公买奶糖 你老公可能根本不喜欢吃奶糖 你给他买的奶糖越多 你认为你自己越爱他 他可能越生气越恨你 这是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都能体验到了 人和人之间都是一样的 我们这里做这么多 做爸爸做妈妈的 你给孩子花大钱买的东西 他不一定喜欢 对不对 孩子给你花大钱买的东西 你也不一定喜欢 所以说我们爱神 爱人都是要用对方 为了对方的好处 敬拜神呢 特别是要用神指定的方式 去敬拜这位神 在旧约当中 敬拜神 你要在耶路撒冷 你要在西安山上 不能在你们家门口随便选了一座山上 你就造一座祭坛 以色列人在旧约里经常犯这种罪 圣经当中你看什么列王纪上下都成口头禅了 只是那些秋坛什么还没有废去等等 以色列人见的那些秋坛都是以为拜这位耶和华神的 但是他们没有按照神指定的方式去拜 所以都是罪 你以为你在拜神 但那反倒成了你的罪 所以说呢 我们看这里 耶和华本为大 在我们神的城中 耶路撒冷 在他的圣山上 西安山 在他的宫中 圣殿当中 他该受大赞美 不要用你自己的方式去爱神 而要用神指定的方式去爱神 然后呢 第二节这里 告诉我们 西安山大君王的城 在北面居高华美 为全地所喜悦 这里要特别的注意一点 西安山大君王的城 就是耶路撒冷 他在北面居高华美 我们都知道 耶路撒冷是山上之城 地势非常的高 而且那是一座非常漂亮的城 到今天都非常漂亮 相信我们作为基督徒 都看过很多耶路撒冷的照片 西洋造在耶路撒冷城 非常的华美 为全地所喜悦 圣经也预言了 将来全地的人都要在耶路撒冷敬拜神 这座城非常的美 然后呢 神在其宫中 这个宫是神的圣殿 就在这西安山上 就在这耶路撒冷城中 丁姐妹 我们等会儿会强调 这里先要提一句 要记住 耶路撒冷 西安山 甚至圣殿 都很美 都很雄伟 但是 他们为全地所喜悦的 最根本 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 不是因为耶路撒冷高 不是因为圣殿漂亮 是因为谁 是因为神在其中 神在其宫中 一旦神不在其中了 耶路撒冷就不是耶路撒冷 圣殿也不是圣殿了 要变成一座废墟 西安城也一样的 千万不要抢夺神的荣耀 甚至耶路撒冷 甚至西安山 甚至那座圣殿 都不可以抢夺神的荣耀 一旦失去神的同在 你立刻变得什么都不是 以色列的历史 一再地重复这一次事情 要记住 核心的核心 不是耶路撒冷 核心的核心 甚至不是那座石头所造的殿 核心的核心是 耶和华本为大 神愿意借着耶路撒冷 借着他的圣殿 借着西安山 向我们显现 与我们同在 接受我们的赞美 做我们的帮助 做我们的避难所 但是所有这些神 在地上的象征 是绝对不可以代替 那位神的 我们不可以忘记 我们真正要敬拜的是神 而不是神给我们的这些种种 眼睛可以看见手 可以摸到的象征 也包括很多牧师都会强调 你不要为了神的祝福 而放弃了那位真神 历史上神的百姓经常会犯这种错误 包括以色列人 也包括今天的基督徒 好 这就是前三节的经文 告诉我们这是有关耶和华神的诗篇 而这位神要保护我们 要帮助我们 他选择在他指定的地方 用他指定的方式 与他选定的民族 与他选定的百姓统杀 接着我们就看 这位神给他的百姓提供了什么样的祝福 提供了什么样的帮助 第四节 看了众王会合一同经过 众王会合一同经过 这是来耶路撒冷干嘛来了 是来耶路撒冷朝拜了吗 不是 第五节说 他们建了这城就惊奇上胆 急忙逃跑 这是地上的众王从古到今 没有改变的一个毛病 什么毛病呢 他们本来是国攻打国 民攻打民 你看我不顺眼 我看你好像仇敌 国家和国家都是这样 离得越近的国家 彼此的仇恨冤仇 彼此之间的憎恨 往往也更多 现在我们都羡慕 你看到欧盟 人家欧盟 意忧 那国与国之间都不用护照的 像一个国家是多好啊 多亲密 你看德国 法国多好啊 弟兄姐妹稍微看看历史 看看德国 法国 英国 历史上打了多少次 多残酷的战争 其实东亚之间 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战争 根本就没有欧洲那些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战争杀得很 也就是国与国民与民之间本来是仇人的 本来是彼此看不顺眼的 但是这些众王他们会在一起 他们成为朋友 只有一件事可以把他们团结起来 什么事呢 就是成为神的仇敌 我们学十篇 一开始我们就学第二篇 第二篇非常重要 新约当中也引用过第二篇 大家千万千万记住这个第二篇 你不会把它背下 但是一提到这世上的君王联合在一起 要抵挡神 要以神仇敌的时候 你脑子里要立刻蹦出十篇第二篇了 这就是诗篇第二篇 第一节 外邦为什么争闹 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 臣宅一同生意 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高者 说我们要睁开他们的捆绑 脱去他们的绳索 世上的这些君王 世上的这些万民万国 他们彼此有仇 但是在抵挡神的这一件事上 他们往往是经常性的 非常的团结 使徒彼得在使徒行传当中 就曾经引用过这句经文 来表明当初主耶稣基督 上十字架上的时候 这些万国万邦的人 是如何的变得团结了 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当中 第二十五节开始 彼得就引用了我们刚才诗篇第二篇的那两节经文 然后呢 在第二十七节 他说 西律和本丢比拉多 外邦人和以色列 果然在这城里聚集 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 西律和本丢比拉多本来彼此有仇的 那一天成了朋友 外邦人和以色列本来是彼此憎恨你死我活的关系 在那一天成为了盟友 我们说法利赛人和撒都 该人是天天彼此争权夺利 你喊我教 在抵挡耶稣基督的时候 也变得成了一条船上的朋友 也就是说这些地上的万邦万族 他们彼此为仇 但是在抵挡神这一件事上 他们却出奇的团结 在旧约当中也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看那个外邦来攻打以色列 亚述人来攻打以色列 尼布加尼萨巴比伦来攻打以色列 不会是亚述一个国家来的 不会是巴比伦一个国家来的 一堆小搂搂跟着 旁边的什么以东人啊 摩押人啊 亚门人啊 我们看圣经旧约就知道 他们跟以色列人本来都是亲戚的 语言几乎都是一样的 摩押人 亚门人 以东人的语言习惯 跟以色列人没有什么区别 按照中国的标准 都可以算为一个民族的 虽然信仰不一样 但是外邦亚述人 比如说一来 巴比伦一来 他们都会跟着这些亚述巴比伦人 去一起进攻以色列 去一起进攻神的国 历史上这种事情无数次的发生 他们彼此之间是有仇的呀 但是在攻打神的国的事情上 他们经常是团结的 我们看结果是什么 他们建了这城就惊奇上大 急忙逃跑 他们在那里被战精疼痛抓住 好像产难的妇人一样 神啊 你用东风打破他师的船只 我们在万君之耶和华的船中 就是在我们神的城中所看见的 正如我们所听见的 神必建立这城直到永远 以色列是一个很弱小的国家 弟兄姐妹没事看看世界地图 或者更好的是地球仪 我觉得会给我们多一点国度的观念 我觉得正好有个地球仪 我们看地球大部分面积都是海洋 以色列在哪里 在这里 以色列在我这里小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以色列三个字是没办法写在他们的国土上 他们的国土上放不下三个很小的 以色列这三个字 以色列这三个字要写在地中海上面 因为他们的国家太小 它是个很小的国呀 但是我们看以色列在历史上 尤大在历史上有非常多的 非常大的胜利 甚至当时最大的帝国 最强壮最有力量的势力 都没办法征服这个弱小的国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以色亚书的 36章37章那里 是亚书来攻打以色列 攻打尤大 那时候北国已经亡国了 剩下犹大那么一个弹丸小国 但是他们成功了吗 我们比较熟悉圣经的丁姐妹会知道 那时候犹大的王室西西迦 在他的祷告之下 犹大全城的百姓祷告 也在先知以色列的预言之下 以色亚书37章36节那里告诉我们 耶和华的使者出去 在亚苏营中杀了18万5000人 杀了18万5000人 把这一批军兵全部消灭 那个时候犹大人口有没有18万 我们都说很难说 他们那时候全国都被攻破了 就剩下一个耶路撒冷城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神出手 甚至让以色列可以得胜 我们提到了不仅仅是亚述 周围的那些小国都是亚述的帮凶 他们捆在一起 众王会合 一起来到耶路撒冷 要攻打神的城 但是不是靠刀 不是靠枪 靠的是我们的神 万君之耶和华的一句话 他的使者就把亚述的大军消灭了 第五节说 他们见了这城就惊奇上胆 急忙逃跑 他们在那里被战兢疼痛抓住 好像产难的妇人一样 我们这里好多姐妹的 生孩子的时候被疼痛抓住的时候 你说你还有什么力量呢 就是在神的攻击之下 那些强大无比的国家 现在是自顾不暇了 神啊 你用东风打破他师的船只 大家知道他师这个地方吗 他师这个地名在圣经当中很少出现 除了这里以外 还有就是约拿书里出现了 神让那约拿去做先知 去尼尼威城 等于是传福音拯救那城 结果这小子因为他对于尼尼威的仇恨就跑 他往哪里跑呢 他就想往他师跑 坐了船 给了船架就往他师跑 当然神有神的做法 让他扔到海里 让一个鱼把他送回岸上 那里也提到他师 他师什么意思 他师具体在什么地方 我们实际上不太清楚 大致是指的是地中海最西面 可能都靠近大西洋那种地方了 我们这里不用具体记他是这个地名 你把他师改成四个字 是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天涯海角 他是这个地名在圣经当中的这个语意 就是天涯海角的意思 就是说离我们住的地方最远的地方 你就这样一种感觉 越南得到了神的命令 他不去执行神的命令 他要跑到一个最远的地方 天涯海角 现在说是三亚尔城的一个景点 跑到海南岛去 要跑到那里 我们看 你跑到那里 神要用东风打破他师的船只 告诉我们神的力量 不只是在耶路撒冷 如果耶路撒冷是中国人来说 比如说耶路撒冷是北京的话 神的力量不单单在北京城 他可以一直到天涯海角 像我们说的直到地极 神是无处不在的神 他的能力是没有限量的 是这样的一位神 然后这里说用东风打破他师的船只 刚才跟大家提到过 他师对于以色列人来说 是一个极西的地方 是往西走最西的地方 然后神要用东风去打破 最西边的一个地方的船 就像说用北风把海南岛的船 全部都吹翻了 是这样一种感觉 他要用东风打破他师的船只 以色列我们看地图会知道 以色列的西边是大海 其实大海的方向 西伯来语里 西面就是海的方向的意思 然后东面旨意是日出的方向 西面就是海的方向 是这样一种含义 然后以色列的东边是沙漠 所谓的东风是从东边吹过来的风 是又热又干 非常难受的风 是审判的风 这个风会从以色列一直吹到天涯海角 吹到最西面 吹到大西洋 把那里的船都吹破了 不单单是在这城 耶路撒冷 神的权柄 神的能力直到地基 所以 以色列人在万君之耶和华的城中 就是我们神的城中 所看见的正如我们所听见的 听见的就是神借着先知 对于他们的应许 所看见的就是我们亲眼所见 我们亲身经历 他们经历了神给他们的应许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西西家王那个时候 犹大国 耶路撒冷城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神必建立这城直到永远 要记住 是神在建立这城 不是以色列人可以建立这城 耶路撒冷 我们刚才提到过是山巅之城 一手能攻 历史上的大帝国 包括亚述 刚才我们看亚述围攻耶路撒冷 彻底的失败了 在神的介入之下 后来巴比伦围攻耶路撒冷 再后来我们看那个 罗马帝国 围攻耶路撒冷 都花了几年的时间 罗马帝国那个时候是世界上的超级强权 他们打一个耶路撒冷 要花两年多的时间 才攻下一个耶路撒冷 是非常一手难攻的城市 城墙非常的高大 地形非常的显著 而以色列人犹太人又非常的勇敢 真是有点像日本那个神风特攻队当年那种感觉的 这里第七节里 这个东风打破踏实的船只 真是跟日本历史上那个神风的传说有点类似 但是我们说真正保护耶路撒冷的是谁 是耶路撒冷的高城吗 是耶路撒冷美丽的圣殿吗 是以色列人的勇敢多谋智慧吗 都不是 以色列的王 所罗门教导我们 在诗篇第127篇 所罗门上行之诗 第一节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以色列人自以为自己有高城 自己有奸城 但是我们看到 当他们远离神的时候 当他们背叛神的时候 这些高城 这些奸城 包括他们所倚靠的世界上的大国 埃及的军兵 埃及的战车 都没有办法帮助他 耶路撒冷城可以一次两次的被攻破 圣殿可以一次两次的被拆除 如果没有神的同在 再辉煌的圣殿 也会变着石堆 用主耶稣基督的话说 没有一块石头 会在另一块石头之上 而不被拆除 在旧约当中 就已经发生过多少次 类似的一个情况 我们看耶利米书26章 耶利米书26章 其实就是耶利米 他在耶路撒冷城破之前 写给当时的犹大人 写给当时的国王的这些话语 也其实是神借着先知做的预言 在耶利米书的第26章第4节 你要对他们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若不听从我 不遵行我设立在你们面前的律法 不听我从早起来 差遣到你们那里去 我仆人众先知的话 你们还是没有听从 我就必使这殿如释罗 使这城为地上万国所咒诅 弟兄姐妹可怕不可怕 释罗是历史上 神的帐幕所策立过的地方 后来搬到耶路撒冷了 而这个释罗的城 后来也遭了大灾祸 等于在历史上也是被拆毁 耶路撒冷城 这个时候被巴比伦的军兵包围着 有一堆假先知在那里发一言说 没有事情了 一切都会变好的了 但是真先知耶利米说 如果你们不悔改 这殿 这城要成为地上万国所咒诅的城 而这殿的第九节说 这殿必如释罗 这城必变为荒肠无人居住 万国所咒诅的荒肠无人居住 我们说神借着耶路撒冷 借着西安山 借着圣殿 把他自己启示给以色列人 成为以色列人的帮助 成为以色列人的避难所 成为神与人同在的居所 但是以色列人在历史上 他们忘记了那位真神 他们把这座城本身 他们把这座山本身 他们把这座殿本身 当做了他们的神 当做了他们的偶像 他们以为有神的殿在我们当中 有神的约会在我们当中 我们就可以暂无不胜了 他们把这些神给他们的物质性的 实在性的这些象征 当做了神本身 把这些偶像化之后 神的审判会临到以色列 让他所爱的耶路撒冷城 让他所爱的他民居所的圣殿 变成一推荒肠 是咒诅之地 历史上这种事情多次的发生 弟兄姐妹 我们中国有句成语叫做买度还珠 大家听说过没有 就是说一个很宝贵的宝珠 这个人给他配了一个漂亮的盒子 结果有人买了去之后 他是看上那个盒子 把盒子拿走了 把那个明珠还给原主了 说我不喜欢这个 我就要这个盒子 弟兄姐妹 我们花大钱去商店里 买了一个名牌的东西 回家了 把包装箱留着 把那个名牌扔了 我们会不会干这种事情 买一瓶茅台酒回来 把茅台酒倒了 把茅台酒的包装盒留着 我们会不会干这种愚蠢的事 真的有人会干 以色列人也会干这个事情 我们说 这是在旧约时候发生的事情 到了新约的时代 当主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 来到这个世界 当主耶稣基督 在犹太全地 直到撒玛利亚 传悔改的福音 传和平的福音的时候 当这位真正的 以马内利 这位真正的神的居所 这位真正的神 这位真正的先知 真正的祭司 真正的君王 来到以色列当中的时候 以色列人却拒绝了这位弥赛亚 这位真的弥赛亚 他们宁愿要那座辉煌 漂亮的圣殿 他们宁愿还抓住 当年摩西律法下设立的 那个亚伦子孙的那一套祭司 有利未人的献祭的体系 他们还想搞武装起义 要用自己手中的刀枪 去把罗马人赶走 建立犹太人自己的国家 他们拒绝了真正的拯救 拒绝了真的神的居所 去抓住了那石头所造的 所谓的神的居所 主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 在他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 当他的门徒被耶路撒冷圣殿的壮观 美丽所震惊 惊呆了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说 在马太福音24章 其实福类福音三讲书 都记载了类似的事情 在约翰福音有一点不一样的方式 也记载过类似的教导 马太福音24章第一节第二节 耶稣出了圣殿 正走的时候 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将来在这里 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 不被拆毁 他已经预言了 这已经成为犹太人偶像的 石头所造的殿的结局 真的圣殿来了 真的神的居所 真的神与人同在 主耶稣基督是那位 看不见真神的真相 这位倒成肉身的神 来到了以色列人当中 以色列人却选择了那旧的石头造的殿 而弃绝了这位倒成肉身的真神 所以这座石头的殿 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 不被拆毁 罗马士兵要把他彻底拆毁 罗马士兵也拆毁了另外一座殿 那座殿谁 是主耶稣基督 他们用十字架 把这位主耶稣基督钉死了 但是这位主耶稣基督又复活了 三天后复活 他三天的时间又重建了新的殿 那就是复活的主耶稣基督 这位主耶稣基督才是我们今天当敬拜的对象 而不是在现在地上的耶路撒冷 那座圣殿的废墟 我们要敬拜 我们要赞美的 是真的神的居所 神与人同在的主耶稣基督 他代替了那座旧的殿 弟兄姐妹 我们在信仰当中一定要坚定这个立场 现在有很多基督徒被犹太人的风俗给带偏了 带歪了 但是要记住 切记我们的盼望是那在天上的耶路撒冷 我们看一下加勒泰书的第四章 第24节开始我给大家读 这都是比方 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 一约是出于西奈山生子为奴 乃是下脚 这下脚二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奈山 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 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 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 他是我们的母 所以说使徒保罗很清楚的在这里向我们启示 有两座耶路撒冷 一座是地上的耶路撒冷 也就是所谓的现在的耶路撒冷 也代表了犹太教的所有的风俗和习惯 而另一个是那在上的耶路撒冷 是属灵的 是自主的 而那旧的耶路撒冷 代表着旧约的耶路撒冷 地上的耶路撒冷 都是为奴的 所以圣经西约很清楚的区别了 所谓的现在或者说地上的耶路撒冷 和那在天上的耶路撒冷 而且不单单保罗在这里有教导 西伯来书的十二章十八节 我们看一下 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 此山有火焰 内云黑暗暴风 这座能摸的山 它在那里是指的是西乃山 它这里对比了一座是西乃山 代表了是当初的旧约的那些教导体系 然后与此对比的是二十二节 你们乃是来到西安山 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那里有千万的天使 它这里同样是用西乃山和西安山做对比 但是它这里的西安山很明显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的西安山 而是永生神的诚意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弟兄姐妹 这你又给了我们一个对比 对比地上的山和天上的山 而我们基督徒最后最大的盼望 在主耶稣基督的再来 在新天新地的成就 也在那天上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 启示录二十一章 使徒约翰说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 由神那里从天而降 预备好了 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 圣城新耶路撒冷 由神那里从天而降 我们的盼望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 不是现在的耶路撒冷 我们盼望的耶路撒冷 是上面的耶路撒冷 是新耶路撒冷 是新西安山 这个请丁姐妹要注意 这个新的西安山 神必建立这城直到永远 才是真正的成到永远的 第九节 神啊我们在你的殿中 想念你的慈爱 神啊你受的赞美 正于你的名相称 直到地极 你的右手满了公义 因你的判断 西安山应当欢喜 犹大的诚意应当快乐 这是在旧约的时候 这是指地上的以色列 这是指地上的犹大 地上的耶路撒冷 地上的西安山 地上的神殿 但是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时代 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因他的十字架 他废除了律法的规条 废除了两下 也就是说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冤仇 让两下合而为一 成为神的一个新的创造 成为神的一个新人 神的一个新的子民 这就是今天的教会 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所以说我们今天 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 就要透过主耶稣基督去领受 我们在殿中想念神的慈爱 也可以说我们在教会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与他连接 在他里面 在他的身体里面 去想念神的慈爱 这位神 他受的赞美 是与他的名 也就是与他的属性 与他的能力是相称的 这位神是直到地级的神 不止只是我们这里而已 是直到地级满了公义的神 因为这位神的判断 或者是审判 我们在新的心安上应当欢喜 而神的城应当快乐 我喜乐的人生 是有盼望的人生 最后的三节 实际上很对应的 最开始的三节 这篇诗篇也是很典型的 希伯来诗篇的那种 对称性的结构 所以最后三节和最初的 一二三节是非常清楚的 对应的关系 这是神给我们的拯救 记载在新旧约全书当中 我们要代代相传 因为这神永永远远 为我们的神 他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 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盼望 我们的神是我们永永远远的神 他的圣灵必为我们引路 直到我们死的那一天 或者说是主耶稣基督 再来与他的百姓 在空中相遇的时间 他给我们的盼望 是直到永永远远的 是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的